欢迎收看107年6月23号的港督新闻 我是罗绍军 周末高雄市有一场不一样的毕业典礼 100多位曼菲天使在家长及老师陪同下 参加人生第一场的毕业典礼 尽管他们身体或多或少有病况 但在充满爱心陪伴及教导下成长茁壮 副市长杨明舟亲自为这群曼菲天使颁发立业证书 也祝福他们勇敢面对未来挑战 曼菲天使穿上学士服站在舞台上 从副市长杨明舟手中接下人生第一张毕业证书 此时此刻心情最激动的 莫过于一路陪伴照顾孩子的父母亲 羊帆风顺展翅高飞 毕业生云云的父亲上台代表致辞 道出所有发展迟缓或身心障碍儿童家长的心声 虽然一路走来辛苦万分 幸好有各界善心人士和社会局早聊发展中心的协助支持 成为鼓励他们的最大力量 应该很少有人会知道 这个过程有多么辛苦跟折磨 非常的不好过 那也很感谢这六年多以来有许多的一些单位 有很多的贵人 包含社会局 还有额发中心 还有很多的医疗体系 那我要特别感谢就是捷运的妈妈 副市长杨明舟新义许子会会长及社会局长 姚宇静供持阳帆顺风号 象征在着满满祝福 代表今年毕业生勇敢迈向新奇点 他是人生第一个毕业典礼 那么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 尤其刚刚看到我们这些小朋友 这些小朋友 这个克服了身体上面的困难 能够在台上这么的展现自信 这么的欢乐的表演 那我们觉得说 我们各位在背后所付出的 各位家长 那么各位机构 各位三星人士 那么大家都真的是非常的值得 其中七岁的乔乔 因为心脏主动脉必锁不全 身体出现各种异常 透过找疗中心的课程陪伴 现在已经可以自行行走 拿到毕业证书的这一刻 妈妈既骄傲也深感欣慰 希望就是政府能够给这些身上朋友 小朋友可以更多的照顾 然后更多的资源 然后希望社会上的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很善待他们 然后在路上就是希望能够接纳他们 不要用异样的眼光 对啊 爸爸还是很坚强 对 就一定要坚强 然后孩子也会更进步 有先天因素也有可能是后天造成 孩子身心无法像一般孩子健全 但透过早聊课程和专业附件 身体状况不但逐渐好转 学习过程甚至超乎想象 爸妈除了感到知足 也鼓励曼菲天使家长不要放弃 一同迎向幸福新旅程 港部新闻王思武罗绍军 财统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